别小看一碗小小的刹冰 老一辈人家都说第一卖冰第二做医生 就知道这一行业其实利润蛮丰厚的 问题是冰品市场的门槛低好像谁都能做 怎么做才能突破重围呢 来看看这间冰店的经验 它创立不到一年就靠着菠萝面包的新奇刹冰 卖向家回收快 现在斩电到了厦门 把全套的SOP移植到对岸 还成立了加盟培训教室 准备在冰品市场大展宏图 你好 这是你们的抹茶芋头冰 放上这块小饼干就没有人不知道 它是道地的MIT 外加卡哇伊的菠萝造型刹冰 台湾风情就这样子迎面扑来 我以为菠萝冰是真的是里面有放菠萝 然后大家才知道这个 这上面的形状是香菠萝 香菠萝 对 都很特别 很好看 把雪白的刹冰当作画布 颜料是焦糖炼乳 画出菠萝造型 一碗充满创意的冰品 拿着汤匙挖下去 还有好多精细 这边的芋圆其实都是硬硬的 然后也不Q 然后感觉吃起来都没什么味道 那这家芋圆就挺甜的 然后挺好吃的 冰冰的 爽爽的 很好吃 想不想再来一碗 可以啊 这里是厦门台湾创意进军大陆的跳板 尽管台湾冰品早就百家争鸣 还有一窝蜂的模仿潮 但只要能玩出新花样 就有机会杀出重围 因为它底下有一层芋头 还有其他东西 然后是吃一口冰 配一个那个配料 你如何将冰的造型 还有它的外观 可以做得更时尚一点 那更潮流一点 吃冰好像在花宝一样 好像在每一道冰 有每一道冰的特色 传统的焦糖炼乳 优雅的清香抹茶 或者古早味的红茶口味 每碗冰都有不同的基地 烘托真正的主角 招牌包线粉圆和香Q芋圆 这才会亮丽登场 用紫薯做成的红衣 香味肆意 手工制造 入口香糯却不糜烂 不过最能看出店家用心的是在这里 这是把老菠萝团 在这里找到来自台湾的手工鲜料 粉圆随着跳动 滚啊滚的胖嘟嘟的样子 可是很有内涵 台湾做的红豆吃起来比较绵密感 还不会说在这边吃的 吃起来太硬顶口口之类的 或是一些口感不好 把甜滋滋的红豆放在粉圆里 台湾招牌包线粉圆 每颗都要饱满扎实 皮没封紧的家伙 得要全部挑出来 要挑啦 不良品挑起来 最好是让顾客吃到 每颗都是一样大小比例 吃起来口感味道都一样 要做出Q弹口感 不仅制造过程要层层筛选 原料才是关键 全都得从台湾进口 在台湾甜食里 这个圆那个圆的好像很常见 飘洋过海来到这里 想要口感一模一样 成本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有的粉做起来 不是那么好成型 没有那么好的黏着性 那煮起来的话 那个色差还有颜色口感 吃起来不是那么的香醇 没有那么的好吃 没有那种Q劲嚼劲那种感觉 来这边还是尽量用台湾 运过来的粉 然后我们自己做 这样跟台湾的口感一样 这个品牌在台湾也还算是个业界行兵 一年之内却在台湾开出八家分店 快速布局快速挺进大陆 靠的是全套严谨的SOP 边上的这边开始打 开兵店当然要先练兵 它是来自台湾的种子部队 早就逆脱了生产方程式 马上就可以快速复制 这是第一次做的联练了 是没糖不大的口 原来现在是很粗 没糖不太粗了 光是创冰就让加盟煮一个头两个大 而画出锅螺造型的焦糖浆 火候掌握才是考验功力的时候 把炒好的糖加水拌开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微微的苦甜风味 为了延续这份滋味 现炒焦糖不能少 加盟的业者 他们其实很缺乏一些训练这个部分 所以很多时候的话 他们项中的不只是我们的一些 品牌上的那个卖相 还有对于它的期待 最重要是我们提供一些培训 有测量过的时间 其实都是蛮精准的 其实都不会影响到口感的部分 为了让品质更好管理 这套SOP连时间都帮你掌握好 除此之外来自台湾的品牌形象 使得这碗波罗宾更受加盟主的青睐 就觉得他们的产品卖得很好 而且他们培训很导味很专业 然后能给我们家们做很大的信心 这碗冰外观有特色 内涵又很有料 更重要的是 每一碗的味道都能控制得一模一样 它不是冰 它更是经济标准化训练 准备杀出饱和市场的台湾新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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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上二组 准备权 转发 打上二组